接下来是一届的重大发现全球研发出最新的乳癌疫苗 是由中研院院长欧企惠所研发出来的对于这个乳癌末期的患者有八成的有效性 而且最快三年以后就可以上市了 台湾每年增加6000名乳癌患者 治疗乳癌过去都是用外科贴除配合化疗 这种方法可以控制但无法根治 但中研院已经研发出可以治疗乳癌的疫苗 这种疫苗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自动搜寻乳癌细胞 然后打上标记同时启动人体的杀手细胞 按照标记杀死癌细胞 这样就可以把乳癌细胞给连根拔除 这种疫苗在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当中 乳癌患者在五年之后有八成都不会复发 疫苗最快可以在三年之后上市 研究团队还要把这种技术继续拿来研发肺癌细胞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癌症病友 记者综合报道